官微被盗深夜发不良信息 山东大学这回脸丢大了 9月17日凌晨 山东大学官方微博连续发布多条少儿不疑的内容 惊呆众多网友 对于一所排名时不时能进入国内前20的知名高校来说 官方微博被盗 因此导致深夜公开发出这些不良信息 山东大学这回的脸丢的事实在有些大了 先后历经了国立青岛大学 国立山东大学等发展时期 2000年原山东大学 山东医科大学和山东工业大学三校合并组建新山东大学 在QS2020世界大学排名中 山大位列国内第22位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19世界大学排名中 山大位居国内第19位教育评论队长推测 这次的官方微博被入侵并被发布不良信息 和之前山大的学办事件无不关机